小荣草莓糖 大家好,本来是我的朋友,给大家关键一下 荣荣的蜘蛛 魔术杂技囚徒小女孩 没有一个常规扎实的救人位 这个阵容的话呢,它显得非常的脆 杂技这边上来给了一刀 而且杂技这边的话是一个薄命 跳球 那你这边交完之后 一个蛛丝,隔窗刀震射 我那个老天爷 太快了吧,30秒不到 刚刚看到闪现CD还有31秒的 有29秒 秒了个杂技 闷了个薄命 小女孩 草莓雪顶,美美 来救草莓糖的人 这草莓遇上了草莓糖 草莓雪顶遇上草莓糖 看到了,这有闪现,完了 这局好像已经可以准备结束了 对吧,看一眼密码机 不着急啊,不着急 知道你这边不太可能去救人 似乎这里是在防你后面来的这个人 打得很稳劲啊 有多少观众会当时就直接跟过去,让一个闪现把这边的小女孩给击倒了 感觉我要是这个蜘蛛的话,我肯定直接过去了 他这边选择回头来防守 肥胖流,卡住这个口,打一刀还打中了 这边的话有闪现,完了 这是在拍蜘蛛的宣传片吗 我想请问一下 蜘蛛的宣传片是这么拍的吗 这个局会不会五台机 一台机都还没有修掉 现在这小女孩也很尴尬啊 这这现在只能修机子 这边的话根据密码机的抖动 判断到来的这个人的方向 因为刚才那边有机子动,现在不动了 再来这边又有飞胖流 打一刀 好,这边人救下来 那追的话,其实追囚徒可能会舒服一点 囚徒就一个店 魔术师的话,这边还有魔术棒的 两连蛛丝架住,走不了的 追刀,好的 哎呀,遇上这种蜘蛛 我也只能说就是像这种偏脆的阵容 真的没有任何的容错率 就就就就就就就一波 被抓到了 后续就是多米诺骨牌 魔术师 判断 判断 哇,丢雷 再挂上吧 那边人好像可以救下来 跟过来 小伙子 纸片是有点来不及的 因为纸片它的释放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一刀 讲道理啊 跟上来 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 其实它的刀已经到你脸上了 能不能修完一台啊 应该是能修完一台吧 终于要把一台 哎,给修完了 好的 那么在这里击倒 啊去 再压 再压 球图还有个电 还有个电 还有个飞轮 哎呦,可以哦 吐一口 我去 呵呵 两波操作 哎,但是最终没有办法 感谢大家的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